大家好我是善貴 歡迎來到素食好主意 我今天做炒烏冬食 相信大家都知道烏冬的表面是很黏手的 這樣炒起來很容易黏鑊 或者表面會有一層漿 於是我就自己想了一個方法 令烏冬炒起來沒有那麼黏鑊 或者表面不會像有一層漿 就是不要煮烏冬 是這樣慢慢養開它們 然後加少許油 拌勻它這樣炒起來 就沒有那麼容易黏鑊 這個木耳洗乾淨也是浸透了 腳這部份就不要了 切了它出來 接著就是把它切絲 紅蘿蔔去皮之後就切薄片 還有杏包菇 腳這部不要了 杏包菇我剛才是在水喉下面沖洗過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在杏包菇上面切些花紋 還有一些四季豆 現在的四季豆都很嫩 沒有什麼筋的 放兩片薑 加些糖 加些鹽 少許油 將木耳 四季豆 出一下水 木耳和四季豆已經出了水 兩分鐘了 加上紅蘿蔔 再出多兩分鐘水 我們可以將木耳四季豆 紅蘿蔔撈起 洗完之後在水喉下面沖一下 沖一下冷河的 小火爆一下薑絲 薑爆了一分鐘左右 加上杏包菇 開大一點點火 煎一下杏包菇 杏包菇煎了大概一分鐘 翻轉來看看 開始變金黃色了 炒多它幾下 將瓶乾水的四季豆加起來 炒均勻它 加些糖 少許鹽 少許生抽 再加一些素蠔油 就更加好吃了 炒均勻它 落少許水 接著打蜆 這樣就可以畢起它備用了 因為我是用生鐵鍋 除了鑊要預熱之外 我的鑊鏟是鐵的 也要將鑊鏟預熱 不然待會炒麵的時候 假如鑊鏟是冷的 烏冬也是會黏著鑊鏟的 現在可以加油下去了 我關小火 因為如果是很大火又下油 油煙會很厲害 等些油燃了 就可以放烏冬下來了 油燃了之後 我們就將煮散了 和拌了油 烏冬鑊在鑊裡 用小火煎一下 烏冬用小火煎了大約一分鐘 反轉它 再煎一下另一邊 可以用筷子搖一下 烏冬雖然沒有事先煮過它 但也不會炒起來很硬 接著加些豉油 豉油在鑊邊這樣加下去 它就會散發到它獨有的香味 炒均勻它 可以再加少少素蠔油 調一下味 烏冬炒好之後 就將剛才炒好的配料加起來 炒均勻它 我們就有很美味的素雜錦炒烏冬吃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加些芫荽 吃素雜錦炒烏冬 喝一杯用香水檸檬蔥的檸檬茶 人生一大樂事 如果各位不知道香水檸檬是什麼 請看看這條影片 希望各位喜歡今晚的素雜錦炒烏冬 下次再見 拜拜